現在將minecraft下載1.7.2版 因為我們需要更換外表 所以1.7.10沒辦法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下載1.7.2 使用者名稱務必複雜一點 接下來按這一個開啟 然後這邊有版本可以選擇 請選擇1.7.2 然後將這一個改為1.7.2 然後按這一個 那這邊就會跑出1.7.2 然後按play 它就會自動幫你下載1.7.2版 然後下載完後它就會啟動它 請檢查一下是否1.7.2版 好 接下來 如何更換skin 也就是人的外表 我會提供一個網址 就到這個網址來 然後註冊會員 註冊完之後呢 記得要去看認證信 好 認證好了之後呢 就登錄帳號密碼 登錄好之後呢 在這角色管理中 新增一個新角色 打的ID呢跟你 在這麥塊打的比較複雜的ID一模一樣 像這一個 然後我現在做個示範 我打個一個複雜的ID 然後我就用這個ID來做示範 然後我就用這個ID來做示範 好 接下來按我的衣櫃 然後我可以添加一些想要的皮膚 搜尋一些想要的皮膚 也可以上傳自己 自己從別的地方下載的 自己從別的地方下載的 好 然後搜尋一個 好 假設以這個為示範 好 就會有這個樣子 好 假設的角色 換為這個皮膚 這邊可以選擇你的角色 好 假設的角色 換成這個皮膚 然後按儲存 現在按著模組下載 下載模組安裝器 下載 好 這個我會提供給您 好 因為我是64位元 所以我從這邊解壓說 這邊有64位元的 好 我會提供給您 好 我就吸收它 好 我就吸收它 好 我就吸收它 選擇這個 按這個按鈕 按下去 然後它就會到你這個地方來 選擇版本 選擇1.7.2 開啟 開啟 這點 好 這個按4 它會幫你建立一個新的東西來 然後按安裝 然後按4 然後按4 然後就來安裝成功 好 下載到這邊 點選這個 這個 然後 點選這個 會多出這個 1.7.2 SN 點選這個 按這個 按了之後呢 確認一下自己的名稱 好 按Black 好 按Black 好 這樣按F5兩次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樣子了 好 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觀賞